我们此次邀人到了海瑞家的吴总 吴总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吴总能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的情况吗 可以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6年 是专门针对国内和国外一些精密医疗耗材的 技术生产线的制造和工艺的提供工艺服务 产品的类别涵盖了长期植入类的 介入类的微畅类的微导管 及各种呼吸类的导管的制造和技术支持服务 目前国内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公司 都在使用我们的设备为广大泛者做服务 那此次医疗机械博览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产品呢 我们在本次展会带来的是一套 借助类的CVC PICC的精密导管的几出生产线 正在现场开机演示 另外一套是属于血液循环 就做透析的一个生产管路的生产设备 也正在现场开机演示 好那我们现在的设备可以做到哪些规格呢 比如说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可以做到多少 对于介入类和植入类的微导管的话 我们最小的尺寸可以做到外径0.03毫米 内径的话可以做到最小的导管的内径可以做到0.008毫米 精度的话外径公差可以做到正负0.02以下 内径公差可以做到正负0.01的高精度的管材 现在目前客户对于设备的要求 基本上都做到高速 我们的管材大概可以做到最快可以做到多少呢 目前这个行业里面主要是走两个趋势 一个就是精度精度要求高 这一类产品对客户对于速度是没有要求的 唯一要求就是精度越高越好 那么另外一类低值耗材的话 客户是希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来降低成本 那么我们在血液透析肥露这个产品 还有输液器 普通输液器这个生产速度的话 可以一分钟做到150米左右 好 那其实医疗行业对于管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其实之前我也有了解到 其实管材内币在切割的时候 或者是要求不能有粉尘之类的 我们这个切割系统我们介绍一下吗 切管系统的话我们会因为作为医疗 特别是三类耗材 是药液或者管路是会进入到人体血管的 在这个房间是对于管材的切割要求是非常高的 不能有任何的粉尘或者毛靴 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采用了超高速的切刀速度 然后在刀的表面会做一个特殊涂层处理 还有在切的过程中会对刀及时的冷却和清洗 来彻底的解决切口有毛靴的问题 好 那我们此次产品对于常规的一些医疗设备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亮点在哪里 我们现在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走 一个就是把介入类或者植物类导管的精度做到更高 好 那么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把单一类型的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 让客户在单位时期产出的效率更高降低成本 好 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些设备对于市场的这个布局是怎样的呢 市场的一些规划 市场规划的话我们是主要是立足于国内面向世界 给医疗器械行业从业者提供更好的设备 让他们更好的服务犯者 吴总 我们这边看到还有另一台生产线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因为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我们这条在现场展示的生产线是作为一个透析肥露的肥露管的一个技术生产线 这次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机型 采用了奥地地进口的背加来的控制系统 目前应该是在技术系统的最大屏幕的就是我们在用的 21英尺的屏是一个超高分辨率的一个超彩真彩屏 反应速度很快 就是控制温度也很精准 基本上可以做到政府一度以内的控制误差 再一个就避凡的一个真空的真空压力的避凡控制系统也也也做在系统里面 再往下面走吧 这这条线还配备了一个在线的超声波 避后测量系统是瑞士中巴克的 它可以实时的检测生产管制的避后 然后可以做一个避凡反馈调节 这个你可以写个特写吧 这个是一个超声检测系统 连续不断的记录下管制的避后数据 同时也可以通过机关测量它的外径 可以做一个必反的外径调节 可以设定在公差带之内的超杀的可以自动剔除 可以可以必反调整它的外径尺寸 后面是一个收卷系统 因为现在生产厂家对于这个组装的这个房间 都希望用自动发设备来组装 那么在自动发组装的话 希望这个管制是以卷管的形态出现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现在这种市场需求 设计开发的一种全自动的在线收卷系统 有利于生产厂家在生产环节 这种自动发组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方便发挥一个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排列很整齐 几乎控制到临张力避免管制的变形 这就是我们这次设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可以自动放卷 自动放卷的话 可以避免就是减少人人工的干预吧 在设定的生产长度达到一定的米数之后 它可以自动切放到另外一个盘 完全不需要人手的参与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